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节目叫做台湾孩子 听说赖错国小里面有一群同学 自称自己是高水孩子 怎么可能被我高水呢 我要去找他们PK一下 同学走 早 我是达琳姐姐 请问你们是赖错国小的同学吗 对 太好了 等一下 为什么你们今天都穿便服 我们学校没有制服 你们学校的校方这么自由 那你们知不知道有一群同学 叫做高水孩子 我今天是特别来找他们比高水的 是我们教室 你们教室 我们就是赖错国小高水孩子 合唱团的团员 原来高水孩子是你们的团名 对 我们不但高水孩子 才能得冠军 高水冠军 达琳姐姐 我们要去升旗了 你等一下可以来找我妈妈呢 好吧 听说赖错国小的升旗典里非常壮观 所以我要赶快跟去啊 赖错国小落落在台中市北区赖错里 是一所学生人数将近两千人的大型小学 学校的校风自由开放 每一位学生每天都可以穿着自己喜欢的衣服上学 是不是非常羡慕啊 因为这里是台中市第一所没有制服的学校 每周一次的升旗典礼 学生竟在中庭里 非常的壮观哦 升旗下国旗敬礼 昨天升旗的时候你们学校的同学那么多 但是都不用穿制服耶 我们学校从一开始创校就没有制服 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制服 对 都没有制服 那怎么会有这个想法呢 因为我们学校本身是一个城堡造型的学校 所以我们有说 就像那孩子在这边像小王子啊小公主一样 在这边观察着生活 然后不需要被制服所限缩这样子 哦 所以就是用一个开放的心 让小朋友从小就学习要自主 然后为自己的选择负负责对不对 对 没有错 好像我们学校除了没有制服的学校之外 那像我们也是用律理的方式 跟社区能够比较能够亲近的 好 加油 好 加油 一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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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怎么了 我们明课同窑的课开始了 明课同窑 该不就是学米南语还有课语吧 对 对啊 好 快点 好 小朋友 你们知道 台中市的试花到底是什么吗 台中市花 好 好 來 春冠浮妝 摸四季 預備 起 春冠浮妝 其實這個中文有一個 很漂亮的成語可以對應 就叫做 春寒 廖俏 妳會覺得我們好像在上語言科對不對 我覺得妳們對 很像在上語言 而不是在上唱歌耶 好 其實我們這個團很特別 叫做 可愛孩子合唱團 我們就是專門都在唱 台灣的母語的童謠 那其實很多人都認為 唱歌歸唱歌 語言歸語言 其實語言跟文化是不可切割的 我們也要把這樣浪漫 美麗的感覺 都把它唱出來 好不好 春冠浮妝 摸摸四季 好 停 對 妳們像這一句 春冠 好 蘇爾倫 小孩子合唱團所唱的歌曲 都是由王爭怡老師自己編寫的 好 浪漫的感覺 為了讓學生們 對於所唱的歌詞內容更有感覺 王老師經常帶著學生 去認識歌詞裡頭所描述的地方 很溫暖 很美對不對 對 校外教學最令人痛痛的 就是交通問題 不過在台中市卻不用擔心 為了鼓勵市民搭乘大眾交通工具 在台中市搭公車 十公里之內 全部都是免費的喔 好 你好 請進 好 你好 請進 好 你好 司機叔叔早 好 你好 謝謝 在台中呢 只要使用悠遊卡或是E卡通 前十公里免費喔 你好 謝謝 好 你好 謝謝 好 我們現在要來認識 我們生長的地方 台中市 尤其是我們歌有創辱的地方 所以不只是帶同學們 認識自己的家鄉環境之外 也讓我們電視機前面的小朋友 大朋友認識台中 以後來這裡玩的時候 就知道要去哪裡 沒錯 其實台中市的美麗 就是在於它有山有水 那惠美就是在市區 有好幾條河川都有貫川 從我們學校旁邊的梅川到柳川 都是屬於福端水系 不同的時代 又會做不同的 符合時代的設計 像譬如說綠川跟柳川 它的造景又更現代化了 下一站台中公園 各位要到台中公園 台中公園我們準備進站了 像在汽車刷卡 10公里內都是完全免費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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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聽老師講 我們就來到台中公園 沒有來過的舉手 我 我來過了 還有這麼多人沒來過 我要跟你們講一下 這邊很重要的點就是說 當時台中市區開始聚集人口 就是從這裡 為什麼 第一個 它這邊旁邊有河川 取用水方便 你們等一下會發現 你們好像來到 有很多小山丘的地方 所以為什麼台中市的古地名 跟我們的歌很有關係 叫做大墩 墩在台語原來的意思 就是小山丘土對的意思 所以人家很多人會說 為什麼台中市的古地名 叫做大墩 所以你們就要了解 原來台中歌舞園就是 台中市的起源地 那個墩就是小土堆 懂了嗎 懂了 Let's go 走 你們有常來這裡嗎 沒有 有 誰有來過的 有 有來過的 來這裡做什麼 野餐 沒有 來這裡散散步 讓心情愉悅 對不對 然後我們現在要出發去 胡心亭 來到台中 如果你沒有去胡心亭 你拍個照的話你就等於沒有來過喔 1908年剛好台灣的縱貫縣通車 然後我要問各位同學 請問一下它蓋的時候怎麼蓋 是先從高雄蓋到基隆 還是基隆蓋到高雄 有沒有人知道 基隆蓋到高雄 基隆蓋到西隆 答對了 是從兩邊往中間蓋 這樣才會節省時間 對不對 那麼所以說那蓋這個時候 剛好當時的日本的親王 他有來主持這個通車的儀式 那所以說呢 蓋了這個給他怎麼樣 住宿的地方 那麼這邊呢 可以說是整個台中很多小朋友 以小說來這邊玩 這個在日式時期 這邊就有一個非常非常漂亮的地方了 你們看那邊 好漂亮喔 好漂亮喔 又來一群 又來一群 她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在老師那個年代 我們小時候都會來這邊寫生畫畫 然後呢醉翁之意不再畫 那在什麼呢 我最喜歡來這裡就是可以吃東西 因為我們來畫畫的時候就會順便野餐 那你看今天也有很多台中藝中的學姐 姐姐們 學長們他們來畫畫 你不一定要畫虎 你也可以畫旁邊的樹啊 井啊 對 就是以前陶公尾師真的是很熱鬧 好可愛喔 這一次 小孩子所要唱的歌曲內容 還包含了美食 究竟台中的美食有哪些呢 這裡是台中市很有名的第二市場 那聽說這裡面的美食很有名 真的喔 所以老師要把你們分成三組 是 然後呢你們三組 每一組就買三樣 你認為很好吃的美食 蔥油餅 湯包那還有樣呢 紅茶很有名 米香 米香 蔥油餅 湯包 就這三樣OK嗎 就這三樣 那你們知道在哪嗎 往哪走 我知道 它是三代老店耶 我們才看著第一家店 就決定要改一個肉包 因為它寫三代老店 好 那買一顆肉包 好 那再買蔥油餅 還有一個是什麼 米香 好 OK 蔥油餅米香 走走走 往哪邊走啊 要不要 好吃嗎 好 要不要改啊 我覺得它這個看起來也很好 在台中市公有第二市場裡頭 每一道美食看起來都好誘人喔 真的不知道要從何挑情呢 好 決定了買那個蔥油餅 還有肉包 最後一項 老奶 最後決定要老奶紅茶 好 那我們買一個老奶紅茶 要排隊耶 人超多的 很有名喔 排好長喔 來 來 這邊 你們想吃什麼口味的 在買這些食物的過程中 也是老師跟同學們 共同創作的過程 他們會將所看到 所聽到的 與老師分享 編入歌曲當中 讓他們所傳唱出來的台中 更貼近市民生活 讓聽眾們更有感覺 我們買了蔥油餅 肉包 還有紅茶 會買蔥油餅是因為 我聽說他們的皮很脆 會買肉包是因為很便宜 然後很好吃 第二組來介紹一下 你們這一組買的是什麼呢 我們買的是米茶 這一個是不是 就是我之前媽媽有買過這個 然後還有這個乾麵 你們好會買喔 你們買的看起來都好香喔 乾淨麵 老店 聽說是三十年的老店是不是 三代 三代了 那不止三十年了 好 如果三代的話 你們介紹什麼 哪一個 烏龜香 烏龜香 這個煎得酥酥脆脆的 烏龜香 古早味 還有咧 還有咧 不能偷吃 還有哪一個是你們的 蝦丸湯 蝦丸湯 你看起來就喜歡喝蝦丸湯 對不對 我們各組介紹完了 現在準備 開動 謝謝我們 這一次 他們所要表演的歌曲 歌詞內容 除了包含台中著名的地標 還有美食之外 重要的展覽場館 及藝文場所 也通通南瓜其中 接下來 我們就要到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我們今天要有一個行程 是要去參觀 國立科學博物館 裡面有一個新奇又有趣的展覽 是什麼呢 跟著我們一起去就知道了 好 王老師好 你好 你們是賴厝國小今天集 六年 六年 太陽系在哪邊 太陽系 太陽系 在這邊對不對 我們住的地方就是太陽系 對不對 對 但是像老師我 或像你們老師 都還經歷過以前 還叫九大行星的年代 但是從2006年的時候啊 我們現在就沒有叫九大行星 阿姆斯狀 好 明年就是阿姆斯狀登月的50周年 50年對各位小朋友來講 一定很長對不對 對 但人類實際上 能夠離開地球自己家 去到人家家 有沒有人家不知道 我們去到別的地方 這個時代才50年而已 我們人類有沒有離開過太陽系 其實還沒有喔 人類有很多的人造衛星去了那邊 但人類本身自己有沒有去到 地球跟月球以外的地方 還沒有 你們現在看這個影像 是美國最新的探測船叫SDO 叫做太陽動力學天文台 其實它已經上去七年了 但它在五週年的時候 有做出一個紀念性的影像 然後你看它花了這麼多時間 去拍攝太陽 而且拍攝了多少張的影像 然後你們現在看到的這些東西 都是它從兩億張裡面的 影像中選出來的 不過小朋友可能會覺得說 這個太陽是不是跟你們平常 看到太陽長相不太一樣 差好多喔 對不對 這看起來好像比較有細節對不對 對 你們平常看太陽會看到這個樣子嗎 不會 如果你們看太陽會看到這個樣子的話 其實你們現在的需要就是看醫生喔 不會是來看博物館 代表你們眼睛可能有問題 你們現在看到這個太陽 全部都是紫外線的光 所得到的影像 我們人類看到的光是紫外線嗎 不是 是可見光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人類可見叫可見光 但是太陽上面有很多高熱的活動 都需要靠紫外線去拍攝 你才會拍得很清楚 像這些日冕 還有這些磁力所造成的磁場所造成的這些 還有這個是太陽噴發物質出來 對你來講好像就像噴火一樣 火山爆發一樣 當然它這個尺度很大 地球差不多才這麼大而已 你知道太陽它表面出來的光 射到我們地球上面的時間要多久嗎 你可以理解嗎 太陽光出來很好非常好 因為太陽距離我們地球是1億5千萬公里 所以我們就知道太陽的光 用光速進來我們地球已經是8分鐘的時間了 你們知道太陽可以活幾歲嗎 你覺得是200億是不是 你覺得多少 太陽可以活100億歲 但是太陽已經還剩幾歲可以活了 來 來 50億 差不多小朋友概念很好 人類一定要離開太陽系 因為我們的媽媽有一天也會老去 那個時候的太陽系沒有太陽 我們一定要離開他們 現在學校的教學方式 早已經脫離紙上談兵的年代 學校要安排各種結合知識 與體驗活動的教學內容 就是希望讓孩子們在啟蒙階段 接收到各種不同的刺激 進而引發他們的學習興趣 來跟達丁姐姐分享一下你參觀完的感想是什麼 就是我小時候看電影 以為科學家都是會對地球造成一些大破壞 比如說像地球爆炸或是地球整個世界末日之類的 但是來到科學博物館參加了這個 有關一些科學家還有宇宙的介紹 然後我就對科學家的刻板印象轉掉了 換成科學家都會對地球有一些很大的貢獻 對 而且覺得他們其實很平易近人對不對 其實是被誤認成飛碟的候選人的第一名 來 同學 我們希望有更多人來參觀我們美麗的台中 一些重要的名產 不管是吃的玩的都有 對 風仁冰也很好吃的 麗彪 美食都親眼看到也吃到了 接下來就要唱出歌詞 並且還要搭配肢體動作喔 藝術的東西本來就是要清清土地 更加的了解土地 所以希望就是說透過這樣的歌謠的傳唱 小朋友可以進一步更認識自己的土地 然後演唱給更多人聽的時候 也順便介紹我們美麗有趣的大台中 是的 老師 那這些介紹怎麼變成歌詞 因為通常我知道的歌詞 不是都要有押韻嗎 有押韻可以成歌 不押韻也可以成歌 那只是說如果有押韻 在唸的時候就比較好唸比較順 可是如果沒有押韻 它透過歌曲的旋律的美化跟節奏 它的活潑性就可以讓它有不同的變化 想一想覺得什麼可以代表台中 那就想辦法像炒菜一樣 怎麼樣把這些料理變成一個饗宴 把它拼湊成一首曲子 我覺得其實會做這種母語歌 都是對土地有一份更深的期待跟愛 對自己的家鄉有感情 老師 你們這次要去哪裡表演呢 它叫做台中行務所的演舞場 它是一個日式建築 那我們就是到戶外 然後正好去那邊參觀的人 藉由我們這個歌詞 看我們可愛的小朋友表演 不一樣的母語童譽的呈現 不一樣的母語童譽的呈現 大大台湾倒爭好生 倒倒倒倒青堂 一 Nej欽瀚巴 台南台湾令花雪恨 山札 backward 山上山清じら 山山山山去 Holiday 去去 sidoo 去 bar 行哦 西瓜娘 阿姨 哥 太久 一掌 一掌 我的一掌 戴著牆 著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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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位好帆 走位好命 走位好生 走位好生 你夠有知名 天啊 公喊 水格 花 牆 著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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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位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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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atcherki 天下路上不生 找牆 著牆 著牆 狂牆 著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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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牴 天啊 路上不睜 著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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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大家唱话 可不关心不恒必须关 大海之外套门 都安可换坏 尚改出妙态用表 真正乱炒好酒 一定口吹花 离平台铁舞蹈花 彼此套门 都安可不休 尚改出妙态用表 缘腺 唯唯唯唯唯 自外套门 都安可奏 好 看好 吃 高 生 無 地 吃 咳嘴 咳 人 青 帝 美 苗 歡迎 大家 少 祝 來 吃 驚 咳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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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 大家 少 祝 咳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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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